猜中哪个前何时蛋糕制作 就有50万美金 这种游戏你想挑战吗 但前提是先赢得另外的50万 只要把蛋糕做成指定的食物 混在食物里面不被猜中 就有机会带走100万美金 本轮比赛开始 经过选手们的精心制作 下面进入竞猜环节 首先出场的是卷毛 他的作品是新鲜牛扒 五块牛扒当中有一块是用蛋糕制作 每块都像真的一样 再加上评委要站起来才能看得清楚 还真的很难分辨真假 最后只能平直决选了二号 可当主持人用刀切下后 才知道这是一块真牛扒 真的蛋糕是在一号 把灯光全部关掉后 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 看来灯光增加了不少难度 卷毛因此获得了出现权 接下来出场的是蔬菜 其他的蔬菜都还好 就是一号的看起来太假了吧 可蛋糕真的是一号吗 结果评委选了二号 轮到揭晓的时刻 没想到蛋糕居然是五号 在灯光关掉以后 还真的没有那么逼真 恭喜老头获得出现权 最后出场的是面包 五种面包里有一块 是由蛋糕制作 这可能是最难选的了 因为都是面粉制作 无论颜色还是光泽 都可以制作得非常完美 最终评委选了三号 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 很遗憾 这是真的面包 真的蛋糕藏在五号 主持人一刀切下 蛋糕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 恭喜绿胡子出现 接下来就要从蛋糕的味道 来选出本轮的冠军 经过评委对三种蛋糕的品尝 结果是绿胡子的蛋糕 做得最逼真 味道也最美味 绿胡子也赢得了50万美金 剩下的50万 还是在游戏中赢取 这次节目组给出了 两台收银机 其中一台是蛋糕制作 选中的话就能赢得 剩下的50万 这次绿胡子很快有了选择 他直接锁定了二号 二号看起来确实有点假 但结果会是怎样呢 随着主持人一刀切下 二号收银机真的是蛋糕 恭喜绿胡子本轮赢得了100万美金 他也将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关注猫君 下期更精彩哦